在探讨完空间中平面与平面的关系后 接下来这支影片即将看见 空间中直线与平面的关系咯 首先,我们关心空间中直线与平面会有哪些关系 各位同学,可以将平面想成一片透明片 将直线想成一条镭射光束 想想看,透明片与镭射光束可以构成哪些关系 同时就会是平面与直线可以构成的关系哦 在空间中,一条直线与一个平面可以出现哪些关系 A. 平行 B. 直线落在平面上 C. 相交于一点 D. 歪斜 答案为A. B. C. 知道空间中一条直线与一个平面有交于一点 直线落在平面上 平行三种情形后 又该如何判断给定的直线L参数式 与平面1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以知,直线L为X等于T,Y等于-1加3T,Z等于1加2T,T为实数 与平面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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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分别为交于一点,直线落在平面上平行的关系 我们可以观察看看当直线L的参数式带入平面1时,得到T的一元一次方程式会有哪些情形? 第一种情形 直线L与平面1,1交于一点 我们知道T是参数 当T在变动时 直线L上的点P会随着T在直线L上移动 因为直线L与平面1,1交于一点 代表直线L上只有一点P落在平面1,1上 我们现在用代数方法来判断直线L X等于T,Y等于-1加3T,Z等于1加2T,T为实数 与平面1,1,X加Y加Z等于12的关系 我们直接将直线L上的点P,T,-1加3T,1加2T 带入平面1,1的方程式中 会得到T加上括号-1加3T加括号1加2T等于12 借一元一次方程式得T等于2 因为此方程式恰有一解 代表直线L和平面1,1交于一点 那么直线L和平面1,1的交点坐标为何呢? 因为直线L和平面1,1的交点 其实就是T等于20的P点 所以只要将T等于2带回直线L上的点P,T,-1加3T,1加2T 即可得到交点坐标为P点255 因此,直线L和平面1,1的关系为恰交于一点P255 因此,从前面利用图形及代数方法来看 可以得到若方程式恰有一组解 表示直线和平面交于一点 以知直线L为 X等于1加2T Y等于2加3T Z等于-3加4T T为实数 与平面1 3X加2Y-Z等于2 交于一点 是求交点坐标为何 答案为-1,-1,-7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形 直线L落在平面1,2上 跟前面的情况一样 当T在变动时 直线L上的点P,T,-1加3T,1加2T 会在直线L上移动 因为直线L落在平面1,2上 代表直线L上任意一点P 均落在平面1,2上 我们现在用代数方法来判断直线L X等于T,Y等于-1加3T Z等于1加2T T为实数 与平面1,2,3X加Y-3Z等于-4的关系 一样,直接将直线L上的点P,T-1加3T 1加2T带入平面1,2的方程式中 会得到3T加括号-1加3T-3乘以括号 1加2T等于-4 划减得到0T等于0 即T可以为任意实数 故方程式有无限多组解 表示直线L上的所有点 都会落在平面1,2上 也就是直线L在平面1,2上 因此,从前面利用图形及代数方法来看 可以得到若方程式无限多组解 表示直线在平面上 最后来看第三种情形 直线L与平面E3平行 当T在变动时 直线L上的点P,T-1加3T,1加2T 同样会在直线L上移动 因为直线L与平面E3平行 代表直线L与平面E3不相交 也就代表直线L上任意一点P 都没有落在平面E3上 我们现在用代数方法来判断 直线L,X等于T,Y等于-1加3T Z等于1加2T,T为实数 与平面E3,3X加Y-3Z等于-6的关系 将直线L上的点P,T-1加3T,1加2T 带入平面E3的方程式中 会得到3T加瓜号-1加3T 减3乘以瓜号1加2T等于-6 化减得到0T等于-2 即没有任何实数T满足式子 故方程式无解 代表直线L上的所有点 都不会在平面E3上 也就表示直线L和平面E3平行 因此,从前面利用图形 及代数方法来看 可以得到若方程式无解 表示直线与平面平行 判断直线L 1分之X-1等于-1分之Y等于2分之Z 分别与下列各平面的关系 第一题 11X加Y加Z等于5 第二题 12X-Y-Z等于1 第三题 13X-Y-Z等于3 答案为 第一题 恰交于1点 其交点为 3-2 4 第二题 L落在1 2上 第三题 L与E3平行 判断给定的直线L 与平面E的关系 除了前述的做法外 各位同学 也可以想想看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判断直线L 与平面E的关系 欢迎有其他做法的同学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你的做法哦 在今天这支影片中 我们学会了利用代数方法 判断直线与平面的关系 首先 将参数为T的直线L参数式 带入平面E的方程式中 会得到一个 含有T的一元一次方程式 接下来就会区分为三种情形 若此方程式恰有一解 代表直线L与平面E交于一点 若此方程式有无限多组解 代表直线L落在平面E上 若此方程式无解 代表直线L与平面E平行 今天的影片中提供了一种 判断直线与平面关系的方法 不过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 也可以判断直线与平面的关系 同学们可以利用过去所学 尝试看看其他方法哦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